司马南这个气愤了 说凡是提这个张文宏医生名字的都删 他还有点奇怪 后面这个旁边这个穿红衣服呢 是陶奶奶 陶思亮 陶驻总理的女儿 他写文章批评司马南 支持张文宏嘛 说你治病就治病 北京今天已经开始发放了 那个辉瑞特效药了 司马南就说张文宏给这个辉瑞带货 眼前那个美国都有那个长臂拐辖权的 不像你什么雷花情文什么的 可以随便给红包 你们某围随便给红包 也给不了红包 哪这么容易给带货的 他思亮就批评司马南 现在大意当前不治病 你天天在那里 有的没的的你在那里 搞意识形态斗争 得了病吃美国药好了不行了 现在吃进口药的人多了 吃完进口药都怕灭了 是这么的 好了现在北京 北京开始发了 我说我们也应该要发是吧 现在司马南通鼓的就是 怎么晒 像这个东西他就有点笨 你看老胡碰到这种情况 老胡绝对不说话 你要说司马南笨吧 他还知道去美国买房子 你要说他不笨吧 他还有点热死理 你看 还要问为什么删 人神共分了你啊 司马南呢 为什么删你啊 连坏蛋都不能容你了 现在 他也是 他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